一隻白色的寶馬狂野時出感在農場狂飆 尾罪的警車亦都閃光燈追截 結果寶馬司機可能技術都差點 就懷疑在正德街壯攔自炒停低 多個交通警員亦都即時落車追 另一條讀者的提供片段可以見到 三個交通警員將個男司機按在地上制服 之後再拉他起身壓去車旁調查 知道警員這樣追仍然踩盡有走 肯定有古怪啦 結果警員就在車上檢獲四把牛肉刀 兩個懷疑假車牌 以及幾件懷疑可以作為非法用途的衣物和手套 私家車亦都沒有展示有效的行車證 24歲姓何的男司機也都未能出示有效的駕駛執照 同時亦都懷疑未經車主的同意下 擅自拿了私家車 事件發生在星期日凌晨12點多 警方經初步調查以8宗罪扣留涉事的司機 包括涉嫌危險駕駛、藏有攻擊性武器 管有偽造文件、藏有工具可以作為非法用途 駕駛未獲發牌照的車輛 駕駛時母有效的駕駛執照 以及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 以及駕駛時母第三者保險被捕 由黃大仙警區刑事調查隊第8隊跟進 駕駛時母有效的 駕駛時母有效果